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求我们要反省的问题 在于寺庙内 我们所提供的金颤佛式 被明码标价 推向市场 这叫商业化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 首先要讲讲这个历史问题 哪个历史问题呢 金颤佛式 今天在寺庙内被商业化 明码标价对外出售 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一个问题 而是在历史上 就有这个传统 简单来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据我所翻到的一些材料 可以发现 在宋代的时候 我们以为著名的词音颤主 叫词音尊士大师 他那个时代 就已经提出了 寺庙经厂佛式 不断的是脱空减料 不断的是关注于 迎合信徒需求 明码标价 要高价 商业化 已经是提出这种批评来了 可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种收取费用 提供经厂佛式服务的这种行为 这种做法 那么真正的明码标价呢 还要再延续到明朝初年 我们知道 朱元璋是做过小和尚的一个皇帝 他对佛教了解很深 感情呢 很深 所以他作为一个佛教皇帝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 洪武二十四年的时候 专门发布了一个 声明佛教榜册 其中特别提出了 不光是规定了各种佛式的仪轨 而且还规定了 宋念经纬念诵仪轨 各自要收取多少钱 这是一国之尊呢 给我们明码标价 做了一个定价定位 对社会提供服务 这是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么当然是按照历史的这个惯性的话 恐怕是愈演愈烈 不排除这种行为 所以说在我们民国的时候 太学法师特别提出来 佛教不能再走这种鬼神话的路线了 因为佛式无非是两个内容 要么是见福 要么就是送死 为活人见福 祈福 为死亡的人呢 就是超把超度 这是佛式的重要的两大功能 这一块在台学大师那个时代 已经多次提出批评来了 我当年管理佛宣的时候 实际上对这段历史呢 做过很多反思 也和同学们交流过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在民国时候 国家旧王图存 民族生存都成为一个迫在媒体的问题了 僧团你还关上门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大做精掀佛事 不关心时事 做多了精掀 注意 不是精掀不好 而是在那个国家威王之秋 你只建议做佛事的话 对佛教不利 你都被抄家了 佛教也都被灭亡了 我们还关心本来 只做精掀 只为死人服务 不关心社会现实 不利于佛教的生存与发展 所以那个时代 不是佛事不好 而是做多了 对佛教不利 还有他的时代背景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呢 我们再来一次 再看一次这个精掀佛事 我当时这么说的 也不是精掀佛事不好 而是今天我们寺庙内 师父们做精掀佛事 做得不精道 缺乏感动人心的那种宗教力量 这才是我们寺庙要反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说不是精掀佛事不好呢 因为精掀佛事本身就是汉传佛教的根本特质之一 它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修行内容 这一块我们知道 在教内有一波出家师傅 特别看不起 特别贬低精掀佛事 甚至以不做精掀佛事 想标榜觉得自己好像很修行似的 我的这种观点的实话说 我总是觉得 没法去争辩 只是孝假的过去了 但是真正要稍微了解 了解佛教史的话 你会发现经掀佛事是怎么来的 它解决了佛教 为什么在中国立足的问题 怎么立足 在本土的有儒家思想 有道教 那么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进入中国 它能够为中国人提供哪些方面的 新鲜内容 让我们去欢呼欢迎 就在于提供了精掀佛事 儒家提倡孝道 那是一期生死啊 要么就是 校养父母 光宗耀祖 传宗结代 这是儒家提倡孝道的几大方式 内容之一啊 那么佛教呢 不这么认为 佛教你出家 你本身 你是不是不孝呢 不是 因为什么呢 佛教带进了一个重要的生命观 是轮回观 我们人不是一期的生命 有情众生 包括人在内 我们是三世轮回 这个三世多世的意思 我们是多次的反复 多次的生命历程 你这一世 你像养父母了 你未来是如何 效应你的父母 感恩报纳父母的养聚之恩呢 佛教提出来 要用精掀 来敬天法祖 一子出家 七祖升天 用精掀 用修行 来感恩 回报我们的父母 回报我们的社会 这是佛教的重要贡献 我记得当时 看台湾教授 一个台湾学者叫 佛教学者叫康乐 康乐教授 他呢写了一篇文章 论文叫做 速食与中国佛教 其中特别提到梁武帝这个问题 他就讲梁武帝为什么要 一一国至尊 非要给我们出家人规定 不能再吃肉了 以前出家人是有什么吃什么 没有挑假的 那才叫真吃素 为什么他非要规定说 不能吃肉了 一定要吃素 吃菜 他特别提到了 就是有感于 如果说我们出家人 我们佛教徒做的和儒家 做的和道教一样 我们凭什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呢 做的一样 那有他了 鲜肉为主啊 就不需要你存在了 你就没有合法性啊 也就是在梁武帝那个时候 他做出了两点规定 一 中所周知的梁武帝 断食酒肉文 出家人不能再吃肉喝酒了 那么说 为了是给出家人营造一种 超凡脱俗的 高洁神圣的形象 十年获得在中国社会 立足的合法性 第二 你不过是形象上高洁 神圣 而且你的社会功能 还能够弥补儒家 孝道的不足 我们现在佛教界 非常流行普遍的 这个梁皇宝颤 相传就是最早的 中国佛教的经产 当然学术上考证 是和北魏的玄高法师有关 那是连的别人 中所周知的梁武帝和保治禅师 搞出的这个梁皇宝颤 现在还这么流行 就那个时代创立的 问题就是给我们佛教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 合法的理由和价值 从梁武帝那时候开始 我们中国的高层大德 显而易见的 紧紧的把握住了 中国佛教在 中国社会 存在的这个意义 所沿着这个方向 不断的去发展 不断的去扩容 扩边 比如说像我们 陈随之际的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佛教宗派 天台宗的创教大师 智者大师 他在世的时候 就制作了非常有名的四部经产 当然现在还在做的金光明产 法华三密产都有 请观世音产 都是那个时候制定的 他是一个化时代的人物 他在世的时候 不仅仅是艺术的高丧 而且是金颤方的高丧 再一路的往下数的话 看历史上 那当然莫过于圣唐时代的 开元三大士 我们所谓的唐密阶段的不空产时 这些密宗大师们 也为我们中国金颤 仪轨的发展 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延续的宋代 我前面刚刚提到的 慈云尊士大师 还有他同时期的四名之礼大师 也都是金颤的高手 慈云大师号称为是 千步颤主 百步论师 制定了很多的颤文 今天还是非常流行的 再晚到了明末的四大高僧 汉山德卿和尚 我们的偶艺大师 那个时代 也都特别对这个颤文 进行了多方的搜集和整理 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的 我说这个的历史 什么意思呢 出家人 作为我们的内部人士 不能给社会人进行误导 精颤不是不好 精颤的历史表明了 它不仅仅是佛教存在的一种 合法性的论证 理由价值所在 而且高僧们 祖师大德们 制定经常的问题 我们作为内部人士 你更要知道 它是供我们 好好地忏悔修行的法门 我在山东大学 在指导一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他讲中国佛教的忏悔思想 我直接给他提 忏悔 就是佛教的修行 佛教所有的修行 就是忏悔 没有忏悔 就没有佛教 可以这么来说 你怎么修行呢 你是忏悔 你就要防恶止非嘛 防恶止非那不就是戒吗 所以说佛教戒礼 以戒为师 也就是以忏悔为修行的意思 所以说作为内部人士 绝对不能够去打击 去排斥经常 我们要认识他 他就是我们佛教徒的 修行内容 这是一个观点 必须要了解的 虽然是精灿 是好东西 精灿甚至还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佛教的非物质文化余产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人间佛教阶段上 我们如何去做精灿 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觉得目前的精灿 存在着这么几个问题 一 它是我们的自修法门 防恶止非 忏悔修行 同时又是我们引导众生共修的法门 因为大家根性毕竟是还是不是那么深厚啊 一个人在家里修行的话 读读经会读困了读累了 要懈怠放也缺少监督嘛 我们一块来做 共修 共修法会就是营造合力嘛 大家相互监督 相互增上 做精灿 是共修的好法门 同时呢 经产还是为我们的社会 满足一部分众生 敬天法祖 超王剑拔的心理需求 这也是社会的内容 确实要做 还是要坚持 的确社会有这种需求 希望做佛事 但是作为僧团的管理制度 我们要注意 不能做得太多经产 有些寺庙 已经颤注明啊 从早到晚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小师父们连个洗衣服的时间 甚至都拿不到 绝对是过了 要合理的安排 寺庙的作息 寺庙的修训内容 需要做的时候 择庙带 必须要提供这个福 要做 但是 你也有培训 也有其他的作禅 诵经的内容吧 不能单纯的以经产为卖点 只做经产吧 这是我们管理人要注意的 不可安排经产佛事 第二一点 经产 要做 不能经理听的形式 什么叫形式 两个内容 一 对于出家师父 我们从事做经产的 这部分师父而言 一定要把握住 做经产的本质 我前面已经点过了 祖师大德们 早期治理经产 是我们修行 自我修行的重要法门啊 并不是 你交钱 我为你服务 那就回信了 而且是你主要是 啊 师父我花了钱 经典上说了 主要生者自利 其他人得到的是七分之一 七分之六都你自己要了 哪这么好的事啊 所以当时做经产 重要的是为了自修 自证的内容之一 自修自证的内容之一 怎么样呢 必须要随闻入关 随着这个经产佛事内容的 不断转换转移 我们出家人的观想 也要随着这个环节的推进 不断的要升华才行 如果只是和唱戏一样 到点上去了 今天唱的还会热闹的 哎呀 像演了一个堂会 那不行 这种形式主义的信仰 说白了 那就是无数的一存 那是什么原始成本啊 那失掉了佛教修心心学的本质本义 绝对不合适 这是内部人必须要防止这个倾向 不能满足于形式主义的 一定要随闻入关 要根据经文的提示提醒 也有观想 这是自修自证的内容 第三个观点 关于经产佛事 我个人以为啊 还不能仅仅限于经产佛事 这个形式本身 一定要增加普及的扫盲的内容 现代人不像过去人一样 他对经产的起源 经产的效果 他了解不多 知之甚少 所以今天的佛教 有必要把这些传统化内容 通俗化 平民化 告诉大家 这个经产的本意在什么地方 大家做完这场法会 我们从中要学到哪些提醒 学到哪些佛教的知识思想 他们的生活 有何联系 这个必须要讲 佛教要借助于每一场经场 要加大通俗普及内容 引导大家和法师们 共修 共振 合力修行 相互增上 如果是仅仅是从头到尾 磕头烧香 磕头烧香 磕得七荤八素 贵的是樱头转向的 做完了 大家好像就开开心 就可以回家了 那不行 仅仅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层次上 那就是巫术的信仰啊 那和迷信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一定要在每一场的经产佛事活动当中 最好增加上一场或者半场的教育普及讲学内容 我在佛典山用起来的就是这个内容 这是我想到的 我能做的 这是我觉得这个内容可以首先把它推行起来 最后一个观点 精灿佛事 尽可能的不要明瓦标价 这一点确实让我作为一个教内人 是我感到很汗烟 作为一个佛教僧团的管理者 我们的宗教服务 应该是无偿的 免费的 自愿的 实话说 当年我管理佛学院的时候 佛学院是不允许做经产佛事的 但是作为一种教学内容 你又不能不学习经产佛事 怎么办呢 我们当时就推出来的是 逢年过节 在重要的日子里边 佛婆的圣诞里面 我们也要做佛事 但是呢 都是免费的 我们的信徒啊 我们的信众啊 都可以到四面 随便写随便做 至于说是你供养师父 那随意 不给你规定价格 真正这么做下来 还是要感叹 我前面感叹过的 出家人忧道不优贫 真正的忧心为大众服务了 为信徒服务了 哪一个信徒不护持你 哪一个信众不恭敬你呀 如果具体就是说到收入的话 也不会少 只会多 不会少 这是大实话 所以说是出家人忧道不优贫 一点是没有骗人的味道在里面 是大实话 明码标价甚至是不断的事 变成花的涨价 尤为佛教的修行宗旨 尤为我们的大乘佛教的慈悲理念 不合适 所以今天我们做服务这条一定要记住 已经明码标价的 一时半会儿的 无法扭转的方向要把握 寻找一切机会 尽可能的我们扭转这种现象 这才是我们应该弄立的目标 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工作改革到位的话 佛教形象 佛教面貌 佛教道方 肯定也是焕然一新 令人是肃然起敬 这是我的期待 更是我的努力目标